Hello大家好,我是奶爸 今天咱们说一说液酸 液酸有什么功效? 液酸是一种水溶性的维生素 也称为维生素B9或者维生素M 它在人体的核酸合成 氨基酸代谢 神经地质合成等过程中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对细胞的分裂和增殖 有着促进的作用 预防神经管齐形 和其他先天性缺陷 神经管齐形是指 胚胎发育过程中 神经管闭合不全 而导致的脑部或者脊柱的缺陷 比如无脑儿、脑膨出、脊柱裂等等 这些缺陷会严重影响 胎儿的生存和发育 甚至导致死亡和残疾 液酸会参与DNA和RNA的合成 影响胚胎的基因表达和细胞分化 从而保护神经管的正常发育 孕妇在怀孕前至少一个月 并且在孕期的头三个月 每天要服用0.4毫克的液酸 可以有效降低心上耳神经管齐形的风险 液酸还可以预防其他先天性缺陷 比如唇恶劣、先天性心脏病、尿路齐形等等 预防和治疗具佑红细胞贫血 具佑红细胞贫血是一种由于液酸或者维生素B12缺乏而导致的红细胞体积过大 数量减少功能异常的贫血 液酸可以促进红细胞的成熟和分化 维持正常的造血功能 液酸缺乏会影响DNA的合成 导致红细胞核分裂延迟 形成巨大的未成熟的红细胞 这些红细胞不能有效的携带氧气 造成组织缺氧或者贫血症状 比如会出现乏力、头晕、心剂、呼吸困难等等 补充液酸可以改善红细胞的形态和功能 恢复正常的血液状态 液酸还可以预防先兆子咸 先兆子咸是指认沉24周后出现高血压、蛋白尿、水肿等症状 并可能伴有头痛、眩晕、呕吐、上腹不适、视力障碍等并发症 先兆子咸是认沉期最常见和最危险的并发症之一 会危及母婴的健康和生命 液酸可以参与同型半光氨酸的代谢 也就是HCY的代谢 降低血液中HCY的水平 HCY是一种氨基酸的代谢产物 高水平的HCY会损伤血管内皮 引起动脉中央硬化、血栓的形成、血压升高等新血管疾病 孕妇服用液酸可以降低HCY的水平 改善血管功能 预防先兆子咸的发生 液酸还可以预防孕期抑郁 孕期抑郁是指孕妇在怀孕期间出现持续的情绪低落 兴趣丧失、焦虑不安、自我贬低、睡眠障碍等抑郁症状 孕期抑郁会影响孕妇的身心健康 增加早产、低出生体重等不良认真结局的风险 也会影响胎儿的神经发育和情绪稳定 液酸可以参与神经地质的合成 比如多巴胺、血清素、去身上腺素等等 这些神经地质可以调节情绪、认知、行为等神经功能 缺乏这些神经地质会导致抑郁障碍 补充液酸可以增加神经地质的水平 改善孕妇的心理状态 预防或缓解孕期的抑郁 液酸还可以预防心脑血管疾病 心脑血管疾病是指 由于动脉硬化、血栓的形成、血管炎症等原因 导致心脏或者脑部的供血不足或中断的疾病 比如冠心病、心肌梗死、脑促中等等 心血管疾病是全球范围内最常见 以及最致命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之一 液酸可以通过降低HCY的水平保护血管内皮 减少动脉中央硬化和血栓形成的风险 从而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和发展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所有内容 我是南爸,咱们下期再见